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在活动结束后 CCTV4连发四条带有周深的微博 并且创建了四个话题 可谓是诚意满满 周深的求生欲刻进了DNA 哈哈哈哈 周深的求生欲刻进了DNA 月饼之战提前打响 探班 央视中秋晚会 直播中 周深提到五人月饼很好吃 立马强调 我觉得 提到云腿月饼不太好接受 赶紧澄清 当然 你可以喜欢里面有肉 面对不同馅儿的月饼 这三个都是我最喜欢的 深深刻进DNA的求生欲 太好笑了 不过细想起来 粉丝的求生欲也是很强的 每次想夸赞周深某一首歌 好听的时候 都不忘再说一句 我没有说其他歌不好听的意思 只能说粉随正主 一样的严谨 可爱 周深在线左手指约神奇高音鸣场面 当初的路透超级震撼 不少路人纷纷停下来 举起手机录像 虽然明知道录不到人 但也要录到声音 真的很好听 话说 当初节目组 应该也没有想到要保密吧 因为这声音实在是掩盖不了 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 感动 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 阳视中秋晚会 探班中被问到信仰是什么 周深回答说 热爱 而唱歌就是他的热爱 趁着大家愿意听我唱歌 我想抓到每个机会让大家听到 深深也鼓励自己的歌迷坚持心中热爱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去追光 但要记住 你们也有一束光在闪烁 请相信一句话 只要你一直唱 我们就会一直听 一直关注着你 你值得大家的喜爱 周深随身带着央视记者送的尺子 太可爱了 周深随身带着央视记者送的尺子 周深二灯央视中秋晚会 再次遇到了央视记者裴老师 去年他曾收到记者送的尺子书签 一直随身携带 并解释 尺子是提醒自己说话要注意尺寸 书签是提醒自己多读书 这样有分寸的深深 你爱了吗 在这个喧哗的娱乐圈之中 像周深这样清醒的人 应该不常见吧 舞台上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做人也是如此 央视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 相信他重视周深一定有他的理由 周深也值得这样的关注 有央视助力他会越来越好的 重视同时 中情人比较高标准严格 你会越来越快越快 越来越南 你能知道 你在